Hello大家好,我是June,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支视频是拔草的视频 东西有点多,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第一款是Juay家的high coverage creamy粉底液 对我这种痘痘机来说,我只要看到full coverage 高遮瑕我就肯定会买来试一试 用钱摇一摇,它是笨头的设计,非常的卫生 色号是vanilla,带一点点黄调 遮瑕力很高,氧化的非常厉害 大家看这边干掉的地方已经变深了很多 它上脸之后很难推开 会深陷在你的毛孔里面,会有白头堆积 毛孔肌痘痘肌的女生一定要拔草 接下来是coverfix家的powerplayfoundation 色号an25,黄调二白的话 对我来说是合适的 其实coverfix我很喜欢它的primer 对于我这种毛孔肌痘痘肌来说真的很好用 帮我平滑肌肤 但是这款粉底液真的是不好用 质地是偏厚重一些 比较难推开的一款 遮瑕力中等,持久度 也是中等 基本上到下午开始出现毛孔白头 而且眼下会卡稳 这款smashbox camera ready系列里面的一个BB霜 色号是fiat light 应该是最浅的颜色 对我来说色号OK 质地非常厚,非常难推开 如果你和我一样是对遮瑕度有要求的话 那这款BB霜和韩国的BB霜不一样 遮瑕度很低 像是涂了一层有色隔离 同一个系列的smashbox camera ready BB water B管的设计比刚刚那款轻薄很多 也是一样遮瑕力非常低 卡文卡的很厉害 而且它还搓泥 持久度比BB霜还差 Precision Formula Organic Rear的粉底液 颜色对我来说会偏深一点 遮瑕度对我来说几乎就是没有 Photo Ready BB系列差不多 清净都还在 我一边再上它一边就搓 搓得非常厉害 气味超级重 路华农家19年初的Candid粉底液 120的色号 是我喜欢的偏白半个色调 泵管加软管的设计我非常喜欢 质地偏黏偏厚会比较难推开 冬天的时候我用会显得皮肤比较的粗糙 有干纹 眼睛的部分我一般都是用粉底液稍微带一带 但它也会在眼角和双眼鼻折出卡纹 遮瑕力不高 美宝林 Superstate Full Coverage Foundation 这一款你看它的遮瑕度真的很高 我的清净就完全不见了 包装很不错 玻璃的平身 笨头的设计 颜色对我来说也OK 是112 Natural Ivory 这款其实还是算很好的 就是对于高遮瑕度的产品来说 还是属于OK的 但是因为我最近用到的那一款 是在Tile好用的 后浪推前浪 如果我是用粉底刷上妆的话 它是会有刷痕的 如果皮肤特别特别差的时候 它会陷在毛空里面 但是我另外一款就真的就不会 就真的是会让你皮肤整体 很漂亮的那种 Olea Infallible液体遮瑕 刷头到质地真的都和Tarte的 Shape Tape非常像 遮瑕力真的很高 我就用了一点点 我的质就被遮住了 太厚了比较难推开 卡纹很严重 到了中午 遮瑕和粉底液的交界处 就会开始脱妆 超级斑 超级可怕 因为一般粉底液的 持妆度不会那么高 会有一个分界线 如果你是喜欢Tarte Shape Tape的话 可以买这一款 绝对是它的评价替代 Nephege的 Bialene Hydrating Concealer 外面一圈是护肤成分 中间是遮瑕膏 的确是看得到光泽 非常的水 我当初买它的原因就是 我到了冬天 皮肤就会干裂起皮 但是我同样也需要 遮瑕膏来遮我的痘痘 但是这一款真的是 纸油不润 和我的粉底不融合 会把你下面画好的 粉底液给卸掉 最惨的就是它的 遮瑕度一点都没有 一点点都没有 倩碧家的 Acne Solution 痘痘机专用遮瑕膏 它一共只有三四个颜色 我买的是一号和二号 用二号遮痘痘会比较好 因为偏白的色号 会让你的痘痘更明显 修瑕力是OK的 但是质地巨厚巨干 妆面非常的促糙 Claire Sonic 上粉底的刷子 首先它的毛刷超级硬的 很多药妆品牌 它们出的粉底刷 都非常好用 我之后会专门做一个 粉底刷 爱用品的一个合剂 给大家看 但是这个柔软度 真的没有办法相提并论 这个真的是太硬了 没有办法用 而且作为我这种问题肌 又是敏感肌 会刺激到我的皮肤 上粉底也有刷痕 引用artist刷子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刷痕 就刷那么几下就过去 拔草的tart的散粉刷 看instagram上面 它发布的时候 我就觉得超萌的 很蓬松 很柔软 颜值又高的一款 它的韧劲比较强 有点硬 有一点点戳脸的感觉 它在上蜜粉饼的时候 没有办法给我 比较高遮瑕度的那种感觉 这一款是1922 多色脸盘 Fire Clay 它家真的 所有包装的质地都很好 当中是腮红 上面是高光 下面是修容 拿到手打开的那一瞬间 我就有不好的预感 这个色盘 只有腮红大小 我觉得是合理的 上面这个高光和修容 我的刷子根本就进不去 只是用手指去试色它一下 基本上这个高光跟修容 都沾到了腮红 在购买的时候 没有冷静地去思考 高光跟修容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给大家评判 腮红这一块的话 超级显色 偏红 很多很多 我喜欢那种 不是特别显色 但是我可以刷很多 然后慢慢地晕开 然后出现一个比较自然的效果 Anasasia Beverly Hills 加腮红的Trill 在店里试色和 在网上看照片 觉得比较适合亚洲女生的三盘 如果你跟我一样 都是喜欢 不是很显色腮红的话 直接跳过 但是如果你喜欢显色效果的腮红的话 你可以再听下去 Pink Passion Rose 这个色号的话 一般亚洲女生都可以 Sugar这个颜色 就可能会比较适合 皮肤很白的女生 比较挑人了 它有一点点带闪 上脸一点都不闪 如果你喜欢上脸之后 有微闪带光泽效果的话 推荐大家去用Neutrogena 腮红 Basically这个颜色 颧骨最高处 加一点点的感觉就很好 第二盘 Peachy Love 这适合偏深一点点的腹色 或者是你喜欢橙色系腮红的女生 这个颜色应该是最不挑人的 如果是偏深一点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Ginger 但是对我来说 Ginger真的太深了 Miami这个颜色 橘了一些 你看左右两个颜色 会有一点点带闪 但其实上脸是一点都看不到 Pool Party 加了一个修容色 但这个修容色 我实际上脸觉得 它是带暖很厉害 不太适合我 或者比我更白的女生 如果你比我肤色深的话 可以尝试一下 当中这个粉色 虽然有点带闪 但其实上脸是看不到的 最后就是这个 可能大多数人 都会适合的颜色 接下来我说的是 在2019美宝莲跟Puma 合作出的一个系列 高光腮红棒 腮红也很有光子 高光 就像是高光唇一样 太油了 黏黏的会把我下面 画的好好的一个粉底 遮瑕都给推掉 这个牌子我是第一次用 是PYT高光 不是特别的晒 不是我喜欢的那种 油亮油亮高光 偏自然细一点 持久度不是很高 下午我基本上 就看不到这个高光了 SS Make Me Glow 液体高光 直接用在高光 可以混在粉底液里面用 Alta上面 它有卖两个颜色 一个是偏金 我觉得那个适合 偏深一点肤色的 然后这个是偏粉的 一般亚洲女生都可以用 我用下来的感觉无辜无过 个人比较喜欢的高光质地 还是像OFRA那种 粉饼式的质地 但是它的确是非常细腻 没有大的颗粒 如果你觉得涂多了的话 可以用海绵蛋 沾一点点粉笔 轻轻地把它淡化一下 如果你是想要找一款 液体高光 但是你又不想去花大价钱 买Curban Fix 或者是Becca的话 我建议大家可以试试看 这一款评价替代 Refositions Formula Butter Highlight 软软的 很闪 很明显跟刚刚几款的 手背试色比起来 亮很多 但因为它推开之后 闪亮的颗粒在脸上 我觉得像我这种 皮肤粗糙的女生啊 或者是像这个地方 脸上有细纹的女生的话 像这种闪亮颗粒 是会加重你皮肤粗糙的 一个程度的 所以这也是唯一 我不喜欢它的一点 但我觉得它的亮度 是绝对好的 如果你是皮肤 比较好的女生 我推荐大家可以使用这款 因为它性价比很高 它颜色很多 但如果你是像我一样的皮肤 比较粗糙 问题比较多的女生的话 这一款就可以避开 Silk加高光盘 我比较不太喜欢这种 只能90度打开的各种菜盘 没有办法 很好地看清你的脸 而且你往上面架 其他的镜子的话 也很碍事 里面有配一个刷 配的刷子 基本上都不好 这款是膏状的 然后其他三款都是粉状的 这两个颜色 闪亮颗粒会大一些 膏状这个之前说的 高光感觉差不多 一开始你上妆的时候就觉得 好美啊 皮肤好好 因为它不是粉状的 它是高油状的 上妆的效果会一下子出来特别好 但是19度不是很高 如果你是容易出油的女生的话 可能会脱得很厉害 还有就是 高状多多少少会把你下面的粉底液推开 三个颜色都挺明亮的 但是因为这三款粉状的高光里面 都带有一些闪亮颗粒 皮肤质地不是很好 就可以避开 因为它们会增加你皮肤粗糙度的 blower加的 收到它 它的盖子就坏了 从大块的开始 细闪 没有底色 没有偏光 上脸之后 不是那么的亮 这个金色 很明显 金色高光 用刷子上的话 没有我用手指上色的那么油亮 这个带蓝紫色 闪亮的颜色 上我脸不是这么的和谐 比较适合皮肤白皙的女生 下面的带粉色折光的一个高光 觉得也是一样 对我来说 偏白一些 这个盘的话 我唯一推荐的就是这个 粉色的折光 如果你皮肤白的话 用它会很好看 不一样感觉的妆容 BH Cosmetics 沙漠盘 这一边都是眼影色 这一边是高光色 我当时是看到很多YouTube推荐 才买 性价比很高 但是我用下来觉得 整体眼影的效果 不是那么的突出 不是我要的那种 很显色 很亮的那种感觉 也不是属于很持久的一个颜色 大概七八个小时左右 拖的差不多 比较适合初学者来使用 因为它里面的颜色 非常非常多 既有冷色系 又有暖色系 而且它的高光颜色也很多 可以一次尝试很多颜色 找到自己 到底适合什么妆容之后 你可以再去买 更贵的眼影盘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首先我们来说 这两个眼眶晕染色 作为一个雾面眼影色来说 我觉得它的粉质 中等 需要一点时间 去把它晕得很好 不能说是像 护达很好晕看 不影响使用 多晕几下 总会晕到自然的 一个效果 是颜色的话 这个对我来说 偏深 这个更深 黄色的 闪的 偏黄了一些 不是那么融合 在手背上看着还可以 但是上眼镜 不是那么油亮的 非常普通的一个 带闪的眼影的颜色 到下午基本上就不是当初你看到的那个样子 这个颜色 现在看起来是带粉一点 但上到眼睛之后 看不到粉色 上了一点 有闪亮颗粒的眼影 这个质地 其实是显皮肤 粗糙 不是很好看 这个SAN的 雾面白色 眼不打底 质地不能跟大牌相 但是还是OK的 这个颜色 跟我的眼皮的颜色 融合的挺好的 唯一一个用在眼皮上 不会显眼皮 纹理粗糙的一个颜色 这款也是带粉 但是也是一样 它会显眼皮的皮肤 纹理粗糙 是这个雾面橘色 当一个雾面的 蕴染色的话 不是这么好用 是这个阿菲色里面 带绿色的 它有点像我今天图的 Too Faced 2D系列里面的 这个颜色 对比一下 BH Cosmetics 它的绿不是很明显 但是 Too Faced比较高端的牌子 它出来的颜色 就会增亮 这样一对比 就知道差距在哪 这款也不是很闪 这个雾面眼线 蕴染色 掉粉超严重 一边画 一边往脸上 掉一粒粒的眼影粉 而且它晕妆超级快的 水蓝色带闪 不是油亮的感觉 它是水亮的 妆感清新 不是那么浓烈 下面这个比较深蓝 显黑 感觉肤色会比较暗 红棕色 闪亮色 上眼睛之后 就是亮 但是不是那种 有亮有亮的 我喜欢的那种感觉 半天之后 亮度会减弱 说完所有的眼影色 我们来说说 它的高光色 这个是明显 带黄 是可以当眼影 这款看起来粉粉的 但是上脸之后 会偏筋一些 带细闪颗粒 会显皮肤粗糙 这个颜色 它的亮度不是很集中 也是一样 它是会显皮肤粗糙 下面一款 普通色 红棕色 亚洲女生 比较难 驾驭的两个颜色 上脸之后 会显皮肤粗糙 带很明显的颗粒 只有这两个 可能还能相对用用 听我讲完 你觉得有很多颜色 你是比较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试着买这一盘 但是如果你是 已经有很多位眼影盘了 而且也明确知道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妆容 想要的妆容效果 是什么样 想要的颜色 是什么的话 那这一盘 就可以和我一样 拔草 Urban Decay的 液体眼影 分叉很厉害 不适合当眼线液 作为液体眼影的话 它没有Stella的闪 普通的金属眼影的 一个效果 会卡温 它会卡在双眼皮的位置 干了之后 它的颜色 会有深浅的区别 Flash家 眼部和脸颊 用的高光折离 其实我一直在寻找 一种折离高光 用在眼睛上面 会特别水润 很湿的效果 Kathryn Light 测评说 这是她用过 唯一一个 用在眼睛上面 看起来油 但实际一点不油 折离产品 所以我就果断买了 所有的颜色 其中两个是限量色 一个是 Disco Nap Instrument 最后是常规色 上完眼影之后 再上这三个颜色 基本上是看不到颜色的 它的质地 跟分泌很像 非常黏 我有单独 把它用在眼皮上 和把它用在眼影之后 给我感觉 就是在帮我卸妆 粉油分离 大家千万不要买 Flash家的唇膏 我也是看了很多 油管博主推荐 我才买的 它的量不是很大 就很小一只 性价比不是很高 它的质地很像 有色润唇膏 你抿嘴的话 它的颜色 是会有分层的 抿嘴脱妆 Hungry这个色号 上我的嘴之后 几乎看不到颜色 就像涂了一个 润唇膏的感觉 Chu这个色号 稍微有点颜色 欧莱雅 双头持久唇蜜 一头是雾面的唇釉 一头是Top Coat 唇膏 它这个概念和 Cover Girl的唇釉套装 很像 粉色这一头的色号 还是可以的 但是上嘴之后 会有涂不匀的现象 干了之后 一抿嘴 它就脱妆 脱皮脱色 像我今天涂的 这个雾面唇釉 就完全不会 另外一头的Top Coat 会把之前涂好的 唇釉给推开 今天我涂的是 美宝莲跟Puma 19年合作的这一款 Super Stay 雾面唇釉 色号是Epic 色号真的很好看 它的唇刷很好用 而且也不是很倒拔干 如果大家还买得到这支的话 强烈推荐 另外一个色号是 Unapologetic 一开始以为是枫叶色 但实际上嘴之后是棕土色 一点血色都没有 Two Face家的 Comfort Lip Glass 闪亮唇蜜 我唯一能挑出的色号 就是这个Home Slice 质地非常非常厚 没有办法画出很清楚的轮廓 上嘴之后细闪看不见 但是会掉的嘴唇四周都是 不显白 它会显黑 不显气色 Dekka家的金管唇膏 包装很有质感 覆盖力强 饱和度高 会显唇纹 Hot Temo这个色号 是网红合作款 我作为黄吊二白 会显皮肤暗 我以后还会尝试更多 这个系列的色号 给大家做review 以上就是这支视频的 所有内容啦 如果你喜欢这支视频 请给我点一个赞 希望大家天天都开心 我们下次视频见啦 拜拜